每次用洗衣机洗完衣服 衣服上面都沾了很多黑点 装东西 那洗衣机里面到底有多装呢 我们来拆开看看 这是我自己家的洗衣机 你们看 排出的水就像这样 里面很多装东西 每次洗完衣服 衣服上沾的也是全是装东西 所以 现在我们就把它拆开看看 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拆线也非常简单 我们首先把上面的盖子给它去掉 这旁边都有螺丝的 然后拆上面这个圈 这个圈就拿掉了 再拆里面的波轮 你们看 这波轮上面都很脏 看到吧 发现了两块钱 两个硬币 怪不得每次洗衣机洗的时候 有点响呢 这大桶底部 有四个螺丝 我们把它拆掉 这里还有电片 这样全部就分离了 我们现在 我直接把这大桶往上提 打开来就这样 这是个外桶 你们看 这里面全脏东西 怪不得每次洗完衣服 衣服上沾的全是这个东西 太脏了 还有这个大桶上面 你们看 也全是脏东西 很粘手 看到吧 穿水线 全部都要清理 先把大桶清洗一下 再用水冲一下 洗衣机按脱水 把脏水排掉 好了 这里面干净了 再来清洗内桶 清洗的地方 跟不清洗的地方 完全两样 外表现在全都清洗干净了 但是你以为这样就完成了吗 还不行 这里面还有夹层 也很脏 看到吧 还没完 这四周 这缝隙里面 打开了过后 这里面就是厚厚的一层脏 看到吧 也要清洗的 好了 现在你们知道 洗衣里面到底有多脏了吧 为什么衣服洗完了 拿出来 上面都粘着黑黑的 好能装东西 呵呵 到时候清理干净了 怎么拆的 我们全部怎么装上去 就可以了